好 接下来追踪第一线 今天线上是TVBS国际新闻评论员宇文琪 文琪您好 各位观众大家好 好 我们刚刚看到各种国际间紧张趋势 其实美国内部现在有个状况蛮尴尬 就是众议院没一涨已经三个星期了 那么这段时间不是没有其他人问鼎 不过Jordan现在已经完全被打回票 然后传出一个最新进展是 高达九名共和党议员寻求出现 好 文琪就要跟你请教 九个人这样子票员会更分散 更难选吧 这样的状况不是蛮糟糕的吗 文琪 对 其实就在刚才几个小时之前 我们看到终于共和党里面是同意 要提名第三位的议长候选人 就是现在多数党的党编 来自于明尼苏达州的Tom Emmer 那Emmer是有前议长麦肯锡的支持 也是目前的党领袖的团队之一 而且变纯认为是比较温和的 因为他之前都愿意承认拜登有当选总统这个事实 而且在投票的时候也不愿意看到政府被关门 那我们看到之前两次代表共和党来选的 Scalise还有Jordan都没有办法得到自己党内所有的支持 也因此没有办法过半 但这都是因为反对Scalise和Jordan这些人 他们其实非常的坚定 因为显示出了共和党在温和派和偏右派之间的斗争 是非常非常的激烈 当然会有这个斗争背后的操纵者还是前总统川普 那每一次共和党提名一个议长的候选人 川普都会公开表示他到底是支持还是反对 那这一次的Emmer被提名了 川普又表示他是公开反对了 但我们目前看到的是 如果是过度激烈的右派 也是川普支持的像是Jordan 就很难得到所有的人的支持 但如果是温和派的 就要看是谁还有这个人 愿不愿意和川普合作 因此这次推出Emmer就是因为 他虽然是温和派 但是似乎在过去也愿意跟川普合作 那明天可能就会整个众议院来投票了 到时候就看到底这个Emmer 第三次被提名这个共和党议长候选人 能不能够成功当选呢 拜登前一阵子在他的椭圆办公室 跟大家喊话 其中就特别讲到说 相关于眼前局势的预算问题 这些都要众议院帮忙 结果现在是这样的局面 而且对拜登来说 另外一个头痛问题就是尾巴冲突 我们看到他很积极的回应 立刻亲自去以色列还跟焦宗通话 那么要请文奇让我们看的是 目前各界对于拜登这些表现的评价如何 然后他要选连任 他这些表现估计会有什么影响呢 文奇 我觉得是这样说 这其实我觉得跟选举 没有直接非常大的关系 美国向来就是在中东外交问题上 是一个非常重要的 如果不是最重要的这个斡选者 那各国呢也都非常尊重 美国在中东问题上的声音 因为美国一直都在中东的安全上面呢 扮演是最重要的保护者的角色 包括是以色列 还有沙地阿博 还有波斯湾国家 他们这些的军事都是美国提供的 这已经是有好几十年来的历史 跟选举的关系可能没有那么直接 那拜登扮演的角色呢 其实也是跟他几十年来 从在美国当参议院外交委员会的主席 多年在当副总统 在当总统 这些几十年的经历也都很有关系 他其实对中东问题是非常的显熟 因此呢也很明显的知道 一发生事情之后就应该怎么处理 那当然是有人会不同意他处理的方式 还有他的政策 譬如有人说觉得他是太过度的支持 以色列这个超右派的总理纳坦雅虎 但也没有人会去说 拜登不够格来讲 这个做这个中东斡旋的这个角色 显示的就是他在外交上的话语权 还是非常大的 另外呢其实也是因为拜登 以色列到现在都还没有正式入侵的加萨走廊 而且愿意是开通人道救援的道路 这其实都是美国在背后这个外交斡旋的结果 那现在比较重大的考验就是 如何确保其他的中东国家不会太过激烈的反应 尤其是因为现在呢 以色列已经是要准备进入加萨走廊 还有他是怎么样的入侵 这其实也是大家非常担心的 因为变数太大了 那其实对以色列自己的军事伤亡 肯定也会非常的惨重 但是呢要以色列不入侵加萨 现在看起来也是不可能的事情 大家呢好像就在等一件非常重大的事情 即将要发生 但是没有办法预测 到底会多么的惨烈 是 文琪说出很多人的心情 就是现在大概晚上睡觉 也没有办法很安稳的睡 后续会如何发展 我们也要请文琪持续带我们观察 谢谢 谢谢 是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